记者蔡舒元台中报道,台中新马戏团创造焦点是中不少见的新马戏团队,今年4月获选为台中杰出演迷团队,本月受邀赴美国纽约参加国际舞蹈游航及台湾巡礼文化艺术节演出,表演充满台湾花鸟意向的剧场作品《日和成战》,在曼哈顿街头表演台湾的新马戏,吸引上万民观众欣赏, 经验台湾表演艺术创造焦点演出的《日和成战》,以台湾原生物种凸显台湾精神与文化特色,以台中式式花山樱花,式鸟白耳化眉,式术台湾午夜松等异象,融合舞蹈,软骨,蝶罗汉,杂耍,戏剧,绸调,倒立等技艺,将视觉感官与原创音乐融入表演,呈现台湾多样化, 且充满活力的特色,也让乔包及国外有人认识台中文化创造焦点成立两年,结合传统杂技,民意戏曲,新马戏,现代舞和戏剧等元素,将传统技艺创意在生为当代表演艺术。 台中式文化局说,这次受邀赴纽约参与19日纽约国际舞蹈游行的采接演出,27日台湾巡礼文化艺术节公演,赴美两周也在市政厅,儿童艺术博物馆等共六场表演,获得满堂彩,创造焦点 这群热爱表演的专业特技演员,结合传统在地文化及剧场艺术,为马戏杂技注入新元素,打造属于台湾的马戏杂技。 文化局说,每年五月是美国的亚裔传统月,各地华侨会举办庆祝活动,以纽约台美传统州台湾巡礼文化艺术节最具知名度,在繁忙的曼哈顿街头打造以台湾为名的户外加年华盛会,每年吸引超过五万人次参与国际舞蹈游行 每年邀请来自全球各地的舞者,穿著各式服装展现不同文化的舞蹈艺术,在曼哈顿下城热情舞动,吸引数十万人观赏,是国际媒体关注焦点。 这次台湾新马戏团在当地大放异彩,创造焦点团长李世杨说,此行除了演出,即由台中市杰出演迷团队的奖补助计划,有机会带助团员一起到纽约进修,体验当地文化与观赏演出,期许团员将这些养分加入日后的演出制作。 创造焦点的团员林建贤和穆宇晨说,此行印象最深刻是纽约国际舞蹈游行,当天低温只有十度,曼哈顿更下注倾盆大雨,原本担忧演出内容无法如预期般呈现,但是到达现场,却见各国的表演者丝毫不受气候影响,穿上雨衣依然在街头热力四摄演出,深刻体会表演艺术的专业与热情。